你真的怎么说话呀 你这是跟妈妈说话吗 别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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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因为出现这个人以后 你的胆子变大了 敢跟妈妈降嘴了是吗 原来不认着她之前从来不跟妈妈降 她哪好 她哪好了 她哪里都好 她就哪里都好 我就是喜欢她 喜欢她 喜欢她当饭吃 当衣服穿是吗 喜欢她 那她走吧 不是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不用吵 那个 就是我 能不能不要生气吗 就是 现在他们俩吵架 你做何感受 肯定难受 不知道该怎么办 是吧 将来如果再次出现他们之间这样的问题 而且是因为你 你怎么来摆平 我只爱她 她爱我 那我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妈妈不通意的话 我真的 我已经 我真的很辛苦 知道吗 因为我 我特别一直想和她聊天呢 想和她见面 就是慢慢聊天 不是吵架那种感觉 就是因为你 我扶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马上就要跟你拐跑了 这不是因为我知道吗 不是因为你 因为谁呀 就从你出现以后 她开始变的 那我问你啊 你就说 跟我降嘴了 你就说你特别希望你的女儿开心对吧 你以后我们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你以后见她的时候 你有感觉她开心吗 她开心吗 你拿什么让她开心啊 我知道 你去给我 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生活 可是你知道吗 我内心真正想的是什么吗 我想让她的生活是什么 你知道吗 并不是很喜欢 我考大学的时候 想考到南方去 想考考旅游专业 可是高考志愿的时候 你这应深深的把我的志愿给改了 改成护士专业 工作你给我安排了 我所有的路都是妈妈 你给我铺好的 如果能够走到一起 可能会出现一些的问题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来教一教宝宝 你其实很爱小孩是没错 可是因为你的存在 而是他们原本很幸福的家庭破坏了 当你不能够把一个幸福带给他们 让全家一起幸福的时候 那我觉得那一刻你应该退出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才代表你真正的爱他 只有你爱一个人 你才会希望那个人幸福下去 所以我觉得此时此刻 你不应该跟他在一起 你应该退出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不同意你问 因为阿姨 我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 您一直怕女儿受伤 您给他设定 他不想过的生活 我是按照你一步一步的 去给他设定的生活 让他去做 你有没有想过您的女儿 愿不愿意过这种生活呢 直到他遇到了这个宝宝 他才真正的明白生活的意义 懂得了什么叫做爱 所以我觉得您应该 试试放手 让他们真正去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妈妈就是不希望他走弯路 给他把把关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快乐 和真正的幸福 不是看他有多美 或者他有多少钱 其实是你因为这段爱情 而快乐了 你懂我意思吗 现在好多中国的男孩 未必能做成宝宝这样 真的 可是我非常的不同意 婚姻只遵循快乐二字的原则 我觉得这个女孩 为什么会一下子扑向宝宝 就连自己母亲的眼泪 都不再顾及了 是因为她原来一直在温室里 她从来不知道 到丛林中谋生有多么的艰辛 你如果不能从他人经验中 汲取到自己未来的一个形式准则 就只能你自己撞的头破血流 然后你再回头了 这个是妈妈不愿看到的 但我想她终将看到 其实我想给你提一个意见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和宝宝在一起 并且让妈妈同意你的话 你下次不要那样跟妈妈说话了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 一起来讨妈妈的欢心 或者是说做一些让妈妈开心的事 我觉得妈妈也不是那么的铁石心肠 肯定会同意你们的 其实上我已经开始理解 开始于老师和智琳姐所说的这种文化差异 但是我认为不是不可以去调节的 当宝宝的出现的时候 母女间曾经的亲密无间出现了问题 这个时候的问题就是在于 你们两方宝宝和母亲 以及女儿和母亲之间沟通的方式问题 和沟通的技巧问题 这个才是你们在接下来 未来的生活当中需要去考虑 前家说到了问题的要寒 如果你们这三个人将来要走到一起 你们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 而不是天天吵着吵着就能吵在一起的 你说呢小寒 接下来是宝宝和小寒的告白时间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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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